来自南方都市报播报 英超3月13号停摆之后 核实重启一直是人们关注的焦点 据泰晤士报报道 英超的初步计划是6月8号重启联赛 然后7月27号提完本赛季剩余联赛 新赛季则会在8月22号开战 泰晤士报表示 这一计划已经在此前的英超会议中被提出 接下来还需要去讨论所有细节 这一重启计划想要真正实施 也需要政府批准 但泰晤士报指出 英国政府有意早日重启英超 因为他们想靠这种方式提振国民情绪 值得一提的是 阿森纳如今已经恢复训练 球员可以到训练基地单独训练 而据美日邮报消息 英超已经通知各俱乐部的球员 在收到可以训练的通知后 各队需要在48小时内集结训练 但是身居海外的球员最好要提前抵达 因为他们落地后要根据规定 进行14天的隔离期 另外EFL英格兰足球联赛 包括英冠英甲英蚁联赛官方 已经通知海外球员 最迟在本周六返回英国 俱乐部希望在五月底之前恢复训练